这吃吻的名字呀改成大吻呢 它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在整座古建筑上啊 这个构件啊它最大 所以啊它才叫做大吻 您别想歪了啊 它绝不是使劲听嘴的意思 您各位好 我是昆仑流石 咱们呀经常能听到这种说法 哎没事你也出去溜达溜达 省得在家里憋得无济六寿的 这是一句土话 无济六寿呢 是形容一个人的 心烦意乱 忐忑不安 那么这无济六寿是啥呢 咱们呀还得到中国古建上找答案 通常啊中国古建的屋顶啊 有五条房级 一条正级和四条垂级 这呢就是无济 这六寿啊它说法就不一了 这第一种说法啊 就是正级两端的吻寿 再加上每条垂级的垂寿啊 它正好是六寿 可是我数了一下啊 通常这无济上的神寿啊 比六个可多得多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每条垂级上的垂寿啊 加在一起 它正好是六个 哎这也不对啊 比如说那故宫太和殿吧 有十个垂寿呢 这怎么解释啊 看样子啊 这种说法它也不靠谱 嗨咱也别管是哪种解释了 反正这五脊六寿啊 肯定是啊 跟中国古建的屋顶子它有关系 我这心里啊 都是有一个实准的正确答案 不过呢 我得先卖个关子 咱们等啊 今天的这个小片啊 结束的时候 我得告诉你 今天啊 咱们先把屋顶子上这些神兽啊 认齐了 这屋顶子上的神兽啊 你要看齐了啊 还真得去故宫 为什么呀 因为在紫禁城里啊 它最全火 正极两端的叫吞兽 通常啊 叫大吻 在中国古代呢 大概就是明以前吧 通常啊 我们都称之为赤吻 这赤吻呢 它是龙的一个儿子 为什么把它放在屋顶的两端呢 其实啊 也很简单 这哥们啊 天师的食量大 见什么就吞什么 尤其是喜欢吞火 让他站在大殿最高处的两端呢 是准备着一旦有火情 他好把火苗子 呲隆呲隆的吞到肚子里去 后来逐渐演变啊 这鱼身子就没了 就变成龙身子了 就给起了个俗名 叫大吻 这吃吻的名字呀 改成大吻呢 它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在整座古建筑上啊 这个构件啊 它最大 所以啊 它才叫做大吻 您别想歪了啊 它绝不是使劲 亲嘴的意思 话说这龙的儿子呀 他肯定有脾气呀 他可不愿意啊 安分守己的 在屋顶上值班 待不了几天呢 一抬头 呦 宫殿上的大吻不见了 哪去了呀 玩去了呗 到晋朝的时候啊 有个了不起的牛逼的老道 据说呀 是个大号的法术家 叫许迅 就跟这皇上老爷子呀 谋随自荐 说呀 我这儿啊 有一口宝剑 善能斩恶龙啊 说完呢 就上了房 用这大宝剑啊 插到了这大吻的尾巴上 跑这回是没戏了 要是论骂街呢 估计啊 他自己也不是这许天师的个儿 也就剩下暗鸡暗憋了 这不一使劲 不 这屁股上啊 他又憋出了一个小脑袋 所以呢 这人们啊 就给这小兽头啊 起了个名字 叫做气不吠 说完了正脊上的大吻呢 咱们再说说这锤脊上的神兽 最上边的这位呀 叫呛兽 这呛兽啊 还真不是每条锤脊上都有 只有这西山顶的建筑啊 才有这呛兽 这头呛兽啊 通常啊 被安放在枪脊的最尾端 这只神兽啊 他也是龙生九子之一 喜欢蹬高远跳 名字叫喝风 不是啊 名字叫嘲风 在这宫殿的锤脊上啊 还藏着一只嘲风 那么他藏在哪呢 他呀 就在这锤脊的最前端 骑凤仙人的脚下 躲在这锤脊的下端了 这只嘲风啊 还有个单独的名字 叫锤兽 为什么这乌脊上会出现两只嘲风呢 这个跟咱们最后要揭晓的答案有关 咱们待会再说 我这掐指一算啊 今天啊 咱们是没有时间讲这齐凤仙人 跟这敦兽的故事了 别挨骂 我还是先呢 把这五脊六兽的事 给您交代清楚喽吧 在明代以前 中国古代建筑上的脊兽呢 规制还不是很完善 通常的官府衙门庙宇 还有啊官宦大户人家的屋顶上啊 只有啊 这竹脊上的两个吃吻 还有这四条锤脊的头上啊 各占一个嘲风 您举起您那发财的小手算算 这不是正好六个吗 所以说呀 这五脊六兽这句话呀 您别看它通俗 这个词那可老了去了 肯定啊 是明代以前就有这词了 哎 您瞧没有 这就是学问 有兴趣的话呀 您就关注我 明天呀 我好好地给您说说 这敦兽和这齐缝仙人的故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